第三届原文会董监事名单出炉之后 审查委员今天前往原明会召开审查委员会议 但因为只有十位出席 林静福 汪明辉等委员因为有钥匙请假 没有出席 加上审查会议由委员提出 杨仁皇委员为现任考试院保训会委员 能否担任审查委员来提出疑虑 因此决定择其再开董监事资格审查会议 13名审查委员里头 那今天有两位请假 然后另外有一位委员资格有问题 还尚待这个厘清疑意义 那为了让整个审查的这个过程和结果 都能够具有社会共性力 所以委员们觉得说还是要审慎一点 那决定择其再召开 那在另外择其召开之前 也顺带要我们行政院这边 跟立法院那边去写上解决 有资格以议的审查委员的这个问题 因为有委员未能出席 加上有委员资格遭到质疑 因此最后决定择其再开董监事资格审查会议 另外针对原委会董事监察人 因无法在第一届任期结束之前 产生第二届最终董事监察人确定名单 造成第一届董事监察人延续任期 到产生最终名单历经了三年的时间 当时遭到外界的批评 原委会表示将会禁令在第二届任期 届满之前也就是10月31号前 可以顺利产生最终的名单结果 大优优独播剧场——糟倫